有身體保護令 有通過 來不定情保護令 我好想打那個人 親情從來不是愛情的對手 他不會敢 他真的不會敢 結束 婚姻到最後只剩下兩個字 數字 多少萬 今天如果沒有找到一個大前輩來 大前輩 什麼狂 怎麼可能還可以聊離婚 真的是大前輩 離婚離到上新聞 這麼多天的就是他 等一下 等下載不出來了 我們重心裡聘 我怎麼聽到後面慘叫聲 各位女士 雙眼 我們一起來歡迎余美仁小姐 美仁請 余美 好榮 還要主題是什麼 余美仁姐 直接上台 好 請登上離婚冠軍 我以為在錄紅登榜 對啊 沒有那麼容易 真不容易破血 離婚做一個總結 對 婚姻 現在看妳是這個意氣風發 越來越美 還可以吧 走過婚姻之後 而且她是一個新時代女性 女生要跟她學習 她就講了一句話 當時要這段婚姻的人是我 對不對 但是現在不要這段婚姻了 我看破了 也是我 不是 不是 我是被按鈴聲 她那個 對方提出要離婚的 她要離婚 是 為什麼 她收購了 對 來 琪娜 妳當時是怎麼樣 那時候我16歲的時候 就有在經營 16歲 沒有 不是 那時候是認識而已 認識 對 初戀了 對 初戀 然後就是衝婚頭 然後她還大我16歲 這兩倍 小case了 兩倍 我輸了 可是相處過程並不是很快樂 怎麼了 忍言忍語 嘲諷你 喜歡在公眾羞辱你 語言暴力 對 然後那時候我很單純就想說 可能現在情緒不好 他不是這樣的 給他一點時間 然後那時候後面我受不了 我要提分手 但是那時候我就心軟 沒有分手成功 不到一個月 然後就發現我有了 我傻眼 然後我也不敢跟我媽講 妳懷孕到時候幾歲 那時候是19 OK 她很會算時間 對 19歲還很難 我好想打那個人 一生犯罰了 我女兒現在都20歲了 要是我女兒遭遇到這種事 我告訴你 我這個媽媽一定跳起來 把她打 還讓人要有語言暴力的空間 翠庭小姐 真的 這個師太 別人說我們就算了 有沒有看到 她這個就是一個 真的 沒錯 她有道理 親情是孩子受傷後的捕手 對 我覺得有一點音樂 大家可以比較放鬆心情 來聊這個事情 沒有交集 你如果是因為愛情 而要進入婚姻 那你就會進入墳墓 因為在婚姻裡面 愛情的成分很少很少 它才能夠維持得下去 我的天啊 OK 因為愛情跟婚姻是 天啊 今天我們為了美人姐 借來五燈獎這一個寶座 你是我們猴人版的寶座 這妳的 不好意思 我想說借這隻來 妳坐之後比較習慣 對啊 所以也有男生說 那那個 美人姐 我覺得這女的不錯 我想這個跟她結婚 如果妳要進入婚姻 我就問她說 妳有沒有想要生小孩 她說 有啊 當然要生小孩 我說那妳就不能只考慮 妳自己的 應該講說 妳就要考慮 這個女孩子 適不適合 做妳的孩子的 媽媽 對 同理 如果妳要進入婚姻的女孩子 妳有沒有要考慮生小孩 如果妳要考慮生小孩 妳就不能只考慮愛情的部分 她是不是一個 可以做爸爸的男人 非常對 我多講一句話 我多講一句話 請說 這個男生就跟我講 可是她不是結婚 女生結婚是當媽媽之後 不是都會改嗎 所以接下來就是這一段 真正的金句來了 給妳十個字 她 不會改 她 真的 不會改 結束 好白話 這一句話聽起來 有一點聳動 可怕 但是 相愛容易 相處卻難 來 離婚 原因 真的 簡而言之 怎麼離婚呢 我真的非常贊成美女姐 剛剛講的 妳說 我當時 我當時就是 很想要小孩 可是我從來沒有考慮到 她適不適合當一個小孩 當我小孩的爸爸 的爸爸 她適不適合當爸爸的材料 她其實她是不想要孩子的 然後 可是有小孩了之後 我就發現 就什麼事都變了 從此之後 就分房了 就冒活成禮 就一直沒有再同房過 妖心 這不是我在吹牛 我就這一點好 要我對妳好 我們講完我對妳好 到某一個程度 好不好 不一樣 因為我太愛小孩了 真的嗎 一個女兒 還是妳抱過來 不是 女兒抱過來我 而且問題是我20歲了 小孩也是沒有耐性的 因為所有的帶小孩的工作 從換尿布餵奶幹嘛的 都是妳嗎 從頭到尾都是我 她沒有 真的沒有動過一根手指頭 就因為這樣就結束 然後 我們之間就是越來越有心結 而且我們的心 妳看 夫妻真的不要分房 夫妻一分房就是 你們終結你們婚姻結束的開始 的前奏 前奏了 真的 所以其實 而且妳也知道她有外遇對不對 沒有 其實她是很後期 我很後期才知道的 可是在我後面 最後兩年的婚姻當中 我們是常常分開的 我常常回來台灣工作 說實在 她有外遇我也不在乎 因為我的心已經跟她離得很遠 妳不愛她了 妳又幹嘛在乎她了 我已經跟她吵架 吵到那個裂痕 越來越深 已經到了 有點無法修復的地步了 我又看到 其實很主因是 過程 我覺得她真的不愛小孩 我跟她好好的講過 商量過 妳願不願好好當一個爸 當一個小孩 她就不愛 因為她自私 她說我到現在還學不會 怎麼當一個爸爸 她只享受製造小孩的快感 對 10秒 然後後面的歲月 都不理了 不只10秒 不只10秒 不 反正她還記得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 壓垮我的這種 我這種有這種想法 已經憋了一兩年了 這是最後一個 婚後當然就是搬出來住 因為才會有自己的夫妻生活 但是在我前夫的宇宙裡面 他就是一定要跟公婆住 因為他覺得那樣才叫做孝順 但是我們也討論過這件事 我也跟他說過 不是代表住在一起 才叫做孝順 所以我們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從我懷孕開始就開始討論 討論到我 就是已經小孩生出來 都還沒討論有一個結論 但是因為小孩子生出來之後 其實有很多教養的問題 我如果在月子之間 不趕快把她的作息調好的話 就是我在開始工作之後 就是累的其實是我 因為她就是晚上會吵什麼 我還要半夢半醒之間餵她奶 所以我是希望月子結束之前 趕快調好她的作息 但是就是在這個月子還沒坐完 就是我前夫就直接跟我大吵 那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要調小孩的作息 所以他比如說 他該睡覺的時間 他就應該要去睡覺 但是那時候我婆婆 可能就會想到說 她想要再多抱一下 那我就跟我老公說 妳去把她抱回來 然後我婆婆就不願意 我前夫反而反過來說 我怎麼這麼沒有禮貌 到後來因為這樣子 類似的教養的問題 或是生活習慣 其實尤其生活習慣 比方說我可能只是看 就是浴室門口那塊地墊 就是可能我婆婆原來是用一個 毛巾墊而已 我說那我們不然去 買一個地墊 去買一個地墊 就是可能不到100塊這樣 可是我連買這個東西都會被罵 所以我覺得 就是公婆的生活習慣 跟我生活習慣 這個沒有誰對誰錯 可是就是不一樣 所以我需要我有自己的 生活空間 所以我最後就跟我前夫說 我需要搬出去 我真的受不了 那妳這個問題大了 對 所以她最後她答應我了 然後我們也一起去看了 我們要租的房子 然後也都看好了 簽也簽約了 而且是她簽約的 可是最後她去跟她父母 講這件事情就是 不OK 應該說 對 就是她父母就很生氣 很不OK這樣 然後她就是 大概只講了一次而已 她就不再繼續溝通 丟了一句跟我說 就是沒辦法 妳就是嫁到這樣老公 然後我一聽到這句話 我的理智線就直接斷掉 因為我覺得 這對我來說 就是妳等於沒有要再跟我溝通 談判破裂 對 來 美人姐 針對她這個特例 第一個 她這個太衝觸的懷孕 彼此都不夠在這方面 夠要多一點負責 讓自己陷入這樣的狀況 但是公婆這件事情 就是現在我跟妳講 很多婆婆已經都不幫人家帶小孩 對 妳自己帶領 女兒 戴上黑衣那都是不太好 妳如果把她兒子戴一個撩皮 天啊 妳就爆料公社 妳就說 惡婆婆 妳就壞婆婆 妳不要人家帶領 她的故事只是告訴我們 各位婆婆把錢花自己增上 對 對自己好一點 對自己好 不要幫他們帶小孩 妳 真的 第一個 每個人帶小孩的手路不一樣 對 對不對 那有時候媳婦她因為第一胎 她很謹慎 或者是她自己本身其實情緒也很緊張 最好讓她帶回娘家去給自己的媽媽 她總不會抱怨吧 對不對 所以如果妳婆婆真的聰明的話 那時候就不應該幫妳帶小孩 那時候我的新租的房子可以住了 所以我就搬去新租的房子 那我搬過去 大概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 我前夫完全沒有來看過我跟小孩一眼 也沒有傳簡訊問我任何一個話 妳不是還在他公司上班嗎 山陽過渡木橋 就是我已經 就是那兩個禮拜我都沒有去上班 已經是到了沒有辦法溝通 美國的婚姻 如果說兩人有無法互相認同的旗艦 旗艦就是旗藝 就可以離婚了 別的都不用講 喬琴翰 因為有了 然後就沙沙就答應 想說她之後可能結婚會 婚後會改 我太認真了 真的 婚後會改的 太懷孕了 她沒有 她不會改 她真的不會改 變本加厲 對 然後我什麼都要順著她 她之後是對的 還會動出 對 會動出 她一個月只有給我五千塊 然後生活 然後帶兩個小孩 五千 對 真的有點 來 藥費 來 不夠 這是什麼廢物 什麼 這樣 像這種 來 給一個金句吧 我有話要說 什麼歌 我會自信 最后我來 一張疊情 真心我出現 感情的小孩 難道就是真心幻覺情嗎 為什麼選這首歌 來 就真心幻覺情 對不對 每個人都有這種感覺 但其實 剛才我很詹誠憲哥說的 其實還有另外一面的 這個意見我們沒有聽到 對 對不對 那尤其很多時候 兩個都是在 還沒有很確定的狀況 因為懷孕 所以為了懷孕這個事情 然後就進入了另外一個 你並不是有 充分思考的一個狀況 所以那些東西 都會讓你措手不及 其實你要很多年後 回國想 就是說你也許有 再來一個機會 你也不會這樣子判斷了 比如說那個婆婆 幫你帶小孩的事情 是 是 是 我就曾經遇過 那個美容師 她說 我覺得小孩跟我都不親 我說你小孩多大 她說 我小孩 十一個月 跟我不親 那我說是婆婆幫你帶 她說對 我說那你有給婆婆錢嗎 沒有 我們過年過節也是有包紅包 都是這種 我說你每次紅包有超過三千嗎 都我先生包的 大概就是這樣吧 所以然後 我說那你有固定 每天幾點一定要回去 接手小孩嗎 她說沒有 就下班才回去 好 那我說你知不知道 現在外面保母一個月 費用多少 很貴 你如果要24小時 都是差不多三萬以上 三萬以上 你如果是半天了 大概也要兩萬 而且你知道嗎 你奶粉尿布 統統要你自己付 還要自己 你要送去保母家 對不對 當然 你不只保母的生日 一年三節 你禮都要到 對啊 對不對 還有你晚接的話 人家會臉給你看 有爸爸媽媽多好 對 然後她想說 可是我想跟孩子不親 我說孩子現在是認得誰 對 對 三歲以前什麼事她都不記得 三歲以後 哪一個阿姨來過家裡 她都會講 姑姑 郭忠祐小心 對 要注意 離婚沒那麼簡單 問題是有一大堆的 來 而且我講一個 真正的一個金句 就從嘎吳姐的故事 因為太多可以講 我三天三夜講不完 但因為剛才尤律師講的 買車子對不對 對 各位女人 你的男朋友 你的丈夫 買任何的車子 只要跟車子有關的事情 你退三步 不管你的事 對 漂亮 對 因為 你永遠不知道 車子是男人第二性格的延伸 你不要去碰這一塊 錢不要為你這裡出就好 他要拿到家裡 拿到家裡去救錢 那是他們家的代表 對 真的 對 就是這樣 車子真的是一個關鍵 退三步 不要撞到就好 好愛為了車子操 這是他第二人格的延伸 真的 不然為什麼 會到車子跟人家說到那邊死去 所以這也有他的道理存著 妳後來是 親家變仇家 對 就是因為我剛剛有說 我們房子其實已經簽約了 然後 他是 就是剛剛我說的 他兩個禮拜之後才來到 這個新住的家裡 然後跟我說 我們先回去再說 我說再說是什麼意思 他說就是先把這邊先退租 我說你這樣不是再說 你沒有跟我商量 就是你決定要怎麼做 我說要談可以 就是我會帶著我爸媽 因為他要我去他們家 然後擋著他爸媽的面 在家就已經跟我父母說 就是我來談 你們只要坐在那邊就好 你們不需要說任何話 那我可能 我只是希望你們坐在那邊 他們可以看著你們的面子 講話不要那麼難聽 就只 他一轉過頭來 你就不能動就對了 然後我哭嗎 有三十分是皮疙瘩 不是 不是這種 對 然後當時就一起去他們家了 但是一坐下來 他父母就開始指責我 就說 都是我把他兒子帶壞的 就是 天啊 那妳爸媽聽 出去住的這件事情 都是我的想法這樣子 不是 這我來分析就好 最大的問題只有一個 那妳要分析來 還是給妳 不… 我分析完 你再分析 為什麼 你知道嗎 這一個問題 唯一一個key man 就是你老公 對 只有他是可以兩方面 他的父母親 所以兒子講了什麼話 父母親全部聽得進去 老婆你溝通什麼 他都聽得進去 你自己沒有辦法在這當中 這閩蘭語叫無心 就無心 就無心 妳就是妳在那裡 誰人都在那裡無 但是妳就是要靠妳自己的智慧 去解決 電視機前有看這一段節目 好好把這個話聽進去 聽什麼金句 聽這個比較早 對 來 喬琴 然後之後 我有身體保護令 有通過 對 然後我覺得 被打 怎麼可能 然後我就不想跟他繼續相處下去 不行了 我用保護令走 法律訴訟 就是離婚訴訟 對 然後讓他 就是因為他有過世 所以他 財產要各辦 然後一台車 他有兩台車 一台車給我 然後不然就是我們去 簽字離婚 兩個小孩的監護權歸我 然後他也很快就選後者了 他也沒有辦法抵抗了 要不然 他有家暴的一個檢科 因為他有過世 有家暴前科 你要恕情離婚 百分之百 OK 選孩子 當然選孩子 什麼啦 來 結婚金句來了 我有話要說 來 心愛的無人的人 阿嬤的就頭也無法抵抗 過去是青春 真正的無事無料的人 來 渣男 渣男 我覺得這個當然有家暴的問題 就根本沒有什麼第二個選手了 對不對 保護自己 然後打官司 姐姐有一個經驗可以給你 有 我沒有 經驗豐富 素男性的經驗 這個其實在跟一般的官司 也都適用 但是我們把它放到婚姻裡面來 其實你也要把這個放心裡 打官司不愛打兩件事 哪兩件 一個打錢 一個打氣 你要出一口惡氣 你錢你就不要在乎 對 對不對 對 如果你是要錢 該吞的你就要吞 對 對不對 很多女人說不行 她要給我錢 她要給我公道 然後承認她的錯誤 或者什麼樣 那沒有問題 你可以這樣要求 可是我現在是告訴你說 做不到 你就打很久 而且最後是 你也消耗在這裡面了 兩敗俱傷 未必 因為資源的 這其中牽涉到 分配與被分配的問題 對 所以一個打錢 一個打氣 那你看你要打哪一個 你的戰略目標要很清楚 你就不會搞在裡面搞混了 對 所以還有人說 我的青春 十幾年都在這個人身上 浪費我的青春 這有什麼好抱怨 你在家睡也會老 有道理 有 對啊 沒有誰可以浪費你的青春 是你還活著的時候 你浪費了你每一個日子 不是只有青春的時候可以浪費 你不應該浪費你的生命 真的是很有經驗的一段談話 對 所以有時候我就覺得說 放手是最好的祝福 祝福別人也祝福我們自己 對 我到現在都後悔死了 為什麼可以離得這麼難看 下次我就會了 對 下次 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這樣 我們聽了這一些話 心裡面感觸良多 他們走過婚姻路 當步上紅毯的那一段的時候 往回走的時候 婚姻到最後只剩下兩個字 哪兩個字 各位 多少萬 看孩子什麼時候 都通通是數字 也就這樣 真的 這是人生 這是人生 好不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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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